会照雷斯叫名单就是今天挂牌 他只是比这个叫股价跑上了大概1.95%左右 就是每一手扣取的不计算这个手足费用 都是获利大概40块左右 基本上从他的一个硬钩的状况来说的话 很明显他暂时不是整个市场的焦点 所以我相信短期来说可能他的跑向的动力来说可能不是很大 但是对于一些比较中强线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一等股票有一定的投资价值也投资概念 也最主要这一等股票他拥有这个节能还有这个内需的概念 基本上他也是在他同行行业来说总有一个领导的会制 也受得到这个政府政策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 我觉得逢他一个回吐慢慢的买进 我觉得是一个中强线比较妥当的一个的投资方式